救護車行駛在台九線上 鳴笛聲響的震天嘎響 但是前方的遊覽車卻始終不為所動 後方駕駛見狀直呼太誇張 遊覽車竟然擋到不讓救護車先行 就連到了比較寬敞的路段 遊覽車還是不禮讓 前前後後兩分多鐘 遊覽車就這樣擋在救護車前面 就算救護車想要加速超車 但遊覽車卻同樣超速阻擋動線 後方駕駛真的看不下去 立刻從路間超車擋在遊覽車前 逼他減速讓救護車加速通過 才終於結束這場擋到鬧劇 實際查證遊覽車公司強調會深入調查 假鈴的話一、二十年 我要等他回來之後 我再問車上你看乘客 到底是什麼 因為那時候導師為什麼沒有聽到 這個公民氣的聲音 我們先是要去了解一下 駕駛經驗老到 但卻發生擋救護車事件 到底是沒有聽見 鳴笛聲還是蓄意違規 都得要等駕駛回到公司之後 進一步詢問才能釐清真相 接著也加明徐玉露 謝奧珍 台東報導